母亲的小儿麻痹学生 作者怀香 这是五十多年前 母亲跟她任教的屏东小儿麻痹 胜利之家学生的合影 1954年 28岁的毕加士医生 在挪威协力会派遣下 带着新婚妻子远从挪威抵达台湾 毕加士医师最初服务于台北乐生疗养院 之后参与创办屏东基督教医院 及台湾第一个照顾小儿麻痹儿童的胜利之家 提供病童生活照顾 物理治疗 请专人制作拐杖和专属支架 让孩子免于爬行之苦 并在此接受教育 寄宿在此的院童 白天由院方在几个专任保姆的协助下 坐专车到公校上课 课后再到医院做物理治疗 回到宿舍需要有爱心和经验的基督徒老师 辅导课业 常在小学代课的母亲 因此却凭重选 为了配合孩子的作息时间 母亲下午两点上班 晚上八点下班 先到医院给复健的学生打气 然后回到胜利之家 辅导学生攻克 每天还要带领他们谢饭 及简短读经祷告 院里的年度大事 是圣诞节和迎新送旧晚会 母亲得挖空心思 设计导演 安排教职员和学生演出节目同乐 好在母亲中学时 曾当过乐队指挥和话剧团团长 这些不但难不倒她 她还乐在其中 这些行动不便 有离乡背景的病童 难免因为想家而闹情绪 本来就喜欢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母亲 用百般的爱心和耐心 给予病童们安慰 鼓励及关爱 所以母亲退休时 院童们依依不舍 哭成一团 母亲依亲来美后 有次参加教会下令退休会 竟然碰到以前教过的学生 现在外州当牧师 她再三邀请母亲 会后跟着她的车 到她家小住几天 体验外州的乡野生活 她负责原车纵返 据她说 还有不少同学跟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 远渡重阳深造 这也是毕代夫创办 胜利之家的目的 她希望帮助这些 不良于行 却智能正常的病童 奋发向上 对每位病童的家属而言 胜利之家 无疑是他们生命的转列点 没有胜利之家 历届共计一千多个 小儿麻痹病童的命运 将会大不相同 相信他们的成就 当可告慰跟母亲一样 也在去年辞世的 毕代夫在天之灵